张学良和蒋介石 这囚禁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1990年张学良才获得自由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病史 临终前对儿子蒋经国说 你可不要放胡 一定不能放那指东北古归山 由此可知 蒋介石到死都在担心张学良获得自由后 威胁到后代子孙的位置 也由此可以得到一个信息 张学良的才能让蒋介石忌惮 在近代史上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人物 两人拥有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共同经历了两中国最为激荡的时刻 同时两人的恩怨情仇 也经历了半个世纪 1928年12月 张学良在东北宣布东北一致 结束了国民党以来的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 从此张学良和蒋介石开始有了交集 1930年 张学良帮助蒋介石打了一个大胜仗 蒋介石动情地对张学良说 他有如胸 死而无憾意 随后张学良被任命为海陆空军副司令 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918事变时候 全国抗战开始 但是蒋介石当时已攘外必先安内 统一方能欲武 为有多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为原则 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 在其写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 为方针 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和阳虎城 为了达到权见蒋介石改变 阳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目的 在西安发动兵戒 西安事便由此发生 虽然最后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但是为了顾全蒋介石的面子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但是这一去就失去了三十多年的自由 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 要不是因为有宋美龄 宋子门当人 张学良可能会被蒋介石枪杀 1975年蒋介石病逝 张学良出现了公众们的视线 并送上来一副十六字的晚年 关怀之烟 情同骨肉 正见之争 宛若愁愁 这十六个字代表了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1990年张学良获得了自由 但是他没有选择留在台湾 而是选择远走他乡 直到去世 都没有再回过台湾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